整个跨湾大桥的建筑屋 现在的进展是理想的 我们向前看吧 这个海上高架桥有个九鼻湾位 就是下去条颈岭、张农澳市中心一带 亦会连接了张农澳蓝田隧道6号干线的一部分 这条桥将会成为全港跨道最大 预济最重的杠拱桥 跨湾连接路的海上高架桥 是由400米杠拱桥梁和600米运营土桥梁组成的 大部分都是预济组件 包括有杠拱桥、运营土箱、V型的桥等和装帽等 如果我们近距离来看 就能看到桥面上除了预留双线、双情 和中间分隔岭之外 它也会有格阴屏 左边近桥身的桥面 是看到有行人路和单车径的位置 近看点 这条桥是钢桥的桥面 刚刚在上海南通市由水路运营来香港 整条的钢桥长到400米 每一节是2500公吨 一直由水路运营来 其实也很考起稳船的运作和水路管理 我希望我们的工程顺利 配合我们的江南隧道的运作和工程 再加上我们的跨弯大桥的连接路 和我们的桥面的工程完成 我们期望我们的将军澳居民 在2022年就可以解决了我们的塞车之苦 由我们将军澳出发去到九龙西 只需要17分钟 我们希望桥面的工程 和隧道的工程一切顺利和平安 祝福大家 下次再见